我想民众的那种忧虑 我们如何安眠心 我想还是建议部长 在这一边可以做一个考量 中央已经指挥中心 15号险电风教会四孙会议 刚议市场民会向中央 表达有关职65会以上的民众 快太用心 就应该要提供 最佳的控制毒药物 当时免得到4号的PCR 这是修好民众健康 更好的作法 以特别向中央发挥 平常使用 林金管制来向家议市就医者 全体医疗比例超过一半 中央所配合的控制毒药物 不应该只是在家议市 较真正的人口所来计算 好 谢谢部长 还有各位县市长 我们跟伙伴大家辛苦 原则上嘉义市 我们还是支持抗原快塞羊 就确诊 还有就是65岁以上 他们快塞者因为有症状 然后直接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 能够提高药物的可净性 我们直接发放COVID-19的药物 但是不要再采PCR 我们也希望让整个这个过程 能够更单重化 民众也更了解 那接下来 嘉义市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是云嘉南的医疗中心 所以临近县市 来到嘉义市就医的比例 高达到53% 所以有一半以上是来到嘉义市就医 对于这样的一个民众要来这边的时候 当然我们还是为他服务 但是后续我们建议说 如果要开放居家照顾的一个诊所开药 我们应该配给不是按照单纯的人口数来考量 而是来看到他整个医疗量能可以充足的药物 让我们在第一线的医师可以做最好的准备跟服务 所以我想这方面就要拜托 拜托能够做考量 以上 今天是卫生局长了协会另外建议 快胎用性的民众在在市场真理当中 这是现场真理当中和医生特性共识 民众人当自己较劲 医生也认为较劲 快胎用性也较劲 就应该要较劲 但是如果民众和医生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是民众需要发力的正面问题 这些民众才会让他去做PCR 这会中心认为这个提起上当机有建设性 将逃劲最小的建议 细心新闻专顺孙王秋算人 甘义奇彩虹报道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